這不是真正的 我忘了我的答案 那當然不是 如果是的話 我就不會在這裡 但是女生也可以做好這份工作 理論上來說 資訊中心的確是比較偏遠的地方 但實際上對我來說 我現在做的資訊中心的位置 對我來說是比較舒服的 因為距離我住的地方 只有10分鐘的路程 其實不是真的 因為我自己也不在一位科技學校 其實我本身的大學是製造 完全跟資訊中心沒有人和關係 我加入了之後 還是有零開始學習 其實真的很多人穿這件衛衣 連衛衣 因為本身公司一開始 就派給我們每人一件 而且都挺好穿的 我覺得 我現在沒有毛 所以我不是穿這件衛衣 我覺得完全是跟我的想法是相反的 我選擇資訊中心的原因 正是因為我覺得它是有一個 career path 那不是的 我反而會覺得在資訊中心做事 有很多不同的機會 你除了可以在這裡 求得你自身的職業發展之外 你也可以通過AWS的程式 去其他地區做不同的工作 其實完全不是這樣的 大家同事經常會聚在一起吃飯 或者是聊天 完全好像就是普通的公司辦公室 完全不會說自己躲起來 一個人的工作 所以我們現在在香港 但是我發現同事都很喜歡吃日本食物 台灣食物 日本食物 台灣食物 都是那些 謝謝 再見